大家好,在这期中古战锤的背景介绍视频当中 阿伯就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中古战锤版达芬奇·莱奥纳多·达米拉格列诺的背景 关于这位角色在往期的多部视频当中 阿伯也都简单提及过 比如帝国争取坦克的这期陆地战舰这期 以及最近的南方王国盖树这期 而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 我们就来详细看一看 GW当年究竟是怎样把我们现实当中的达芬奇 改变到奇幻战锤世界当中的 那首先莱奥纳多·达米拉格列诺的这个名字 就是改变是达芬奇的原名 因为熟悉达芬奇的小伙伴可能知道 它的原名是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 意思是来自芬奇城的莱奥纳多 而在中古战锤当中 莱奥纳多·达米拉格列诺的意思就是 来自米拉格列诺城的莱奥纳多 首先在帝国立的1978年 莱奥纳多是出生在米拉格列诺城中 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当中 在成年之后 他是在该城的商人亲王科西默的手下 开始成名 具体时间恰巧是在帝国立的2000年 当时是在基本清除了城内长年的熟患之后 面对这座千疮百孔的城市 科西默亲王就计划 要对该城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 因此随后他就归用了一大批建筑师 来对米拉格列诺城进行规划设计 虽然当时莱奥纳多只是其中一位建筑师手下的学徒 但在科西默亲王偶然看到他设计的规划方案草图之后 就立即拍板把他任命为这场工程的总建筑师 这样在多年之后 莱奥纳多也不负所托 不仅造就了一座崭新的米拉格列诺 而且还建造了一套构造精巧 坚步可遂的城墙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 莱奥纳多还在城外的沼泽上建造了多座斜塔 据说这当时是他为了挑战自己的建造技术 而刻意给自己出的难题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后来这种斜塔建筑 在提里尔却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时尚建筑 几乎每座城都有类似的斜塔 然后就在米拉格列诺的新城落成后不久 在帝国立的2004年 卷土重来的鼠人就对该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攻 事实证明莱奥纳多设计的这套城防体系也确实非常有效 鼠人的围攻很快就被瓦解 另外在这场战斗当中 莱奥纳多也是亲自参战 并对鼠人的攻城机械做了大量的草图分析 其中就有他绘制的这张著名的画索 鼠人的尖效桑中 这样在成功改造了米拉格列诺城 并击退了鼠人的进攻之后 莱奥纳多当时就在提列尔名声大阵 很快他就成为了其他个城商人亲王的缩上兵 但当时那些急功近利的商人亲王 也都只想让莱奥纳多建造一些成熟的防御攻势 或者是战争机器 而对他的很多奇思妙想的设计 或者是视而不见 或者是不愿意投资支持 因此之后 他在收到时任帝国瑞克领选帝后 斯蒂芬弗兰斯亲王的邀请之后 当时在提列尔不得知的莱奥纳多 就来到了阿尔道夫 而因为帝国 当时也正好处在弗拉德封卡斯坦因 当年发动的吸血鬼战争期间 所以斯蒂芬亲王就希望莱奥纳多 能够设计出一些强大的战争机器 来应对吸血鬼大量的丧尸部队 而为此 这位亲王还专门让莱奥纳多 在阿尔道夫建立起了一座学术机构 斯蒂芬弗兰斯学院 而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帝国工程学院的前身 之后在莱奥纳多为帝国设计的众多枪炮武器当中 最著名的自然就是我们熟知的帝国蒸汽坦克 但看过阿卜之前这部视频的小伴 可能还记得 原本蒸汽坦克的发明 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既定的方案 因为莱奥纳多最初是在看到 爱人先进的铁甲蒸汽战舰之后 也想复制一艘 但在一次差点让他送命的失败实验之后 他就突发奇想 把那艘失败的小型蒸汽船 改装成了这样一艘蒸汽驱动的陆地战舰 那后来在经过不断的改装和完善之后 这种装备火炮 蒸汽驱动的重甲战车 自然就成了帝国在战场上的一大杀气 但可惜的是 由于当年蒸汽坦克的部分设计图纸已经丢失 所以在莱奥纳多死后 目前帝国已经无法再制造新的蒸汽坦克 而在生前 当年莱奥纳多一共是为帝国制造了12辆蒸汽坦克 后来其中4辆是在战争当中彻底被毁 因此现在帝国剩余的蒸汽坦克也只有8辆 而目前帝国蒸汽坦克主要的技术难关 就是其内部小小精密的蒸汽发动机 一直难以备复制 因此这在后来才有了努恩的枪炮学院 设计的这种T型超大的马连宝级陆地战舰 另外除了蒸汽坦克之外 据说当年莱奥纳多也曾发明过一种威力更大的地域喷射连环炮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这个模型棋子 就是在指挥一辆地域喷射连环炮 但因为当时他发明的这种连发火炮非常不稳定 所以后来在帝国军队当中也就被现在这种新版的连环炮取代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变形当中 现在的帝国地域喷射连环炮也只是相对稳定一些 其实在战斗当中卡壳失火或者是自爆依然是事由发生 然后就是与现实当中的达芬奇最终凭借着死去不同的是 我们这位莱奥纳多是和西格玛类似最终是在帝国里的2027年神秘消失 而对此也有很多传说 有的说是他当年发明了一种潜水艇最终消失在了大海当中 有的则说他是被自己发明的割死炸弹炸死的 也有的说是当时他实验的一种飞艇发生了坠落爆炸事故 之后不仅是他自己域名 而且由于坠落的地点正好是他在斯蒂芬弗兰兹学院的资料库 所以他大量的手稿当时也都被烧毁 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关于蒸汽坦克的设计图纸 当然和现实当中一样 在莱奥纳多死后他残留的一些手稿 也已经成为了旧世界一种珍贵的收藏品 而南方文国的很多商人亲王 都愿意花重金收购 并试图找人还原其中的创造发明 而且甚至这种收藏热 还让当地的市场上出现了仿造莱奥纳多手稿的萎缩 其中典型的一个就是 当年卡特拉查鸟人的发明者达达洛就曾上过章 另外根据帝国学者的研究 甚至蜀文的蜀特连枪 就是士库利士族根据偷来的莱奥纳多的手稿 发明出来的 当然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 并没有其他的佐证 最后就是在玩法规则当中 虽然莱奥纳多在病当中是一位5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 但当年在战争之犬的规则书当中 GW还是把这位天才设计成了一位可以在桌面上使用的传奇角色 类比全战战锤的话 他相当于就是一位传奇英雄 当然放在八版军术的体系当中 莱奥纳多应该算是一位帝国的传奇工程师 然后在具体的神器和特性方面 GW当时也为这位独特的角色设计了一套非常有趣的玩法 首先在神器方面 莱奥纳多一共是有三个 第一个炼金属炸弹球 则是它延迟的一种有类似子母弹爆炸效果的受雷 就是在投出去之后可以形成两轮爆炸 缺点就是徒手投掷射程比较近 第二个就是它还有一个能量棱镜 这个独特的玻璃棱镜是可以让它通过物理手段 把战场上的魔法能量散射出去 相当于就是可以减少对手的魔法制风储量 以及具备可以抵抗魔法攻击的技能 或者是被动抗性 而它的最后一个神器 流行银指南针 则是可以让它发现最强大的魔法能量在哪里 最后在特性方面 莱奥纳多的天才特性 相当于是可以让它具备三种技能 第一个炮兵精准也很好理解 就是它可以大幅提升军队当中炮兵的精准度 而第二个弩手精准 则是可以让它永久提升一顿弩兵 在一场战斗当中的射击精准度 而最后一个战斗策略 则是相当于可以让它所在的部队先锋部署 或者还可以提升战役当中发现伏击的概率 以及提升己方的伏击成功率 那除此之外 如果引入到全战当中 或许这位传奇英雄 还可以减少帝国蒸汽坦克的招募时间 以及提升蒸汽坦克的远程火力 或者是补元素率 那总之 莱安纳多这位中国战锤版的达芬奇 不论从背景故事 还是从玩法规则上看 都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传奇角色 因此也非常期待 无来塞能够引入到全战战锤当中 那好了 今天这部分享中国战锤版达芬奇的视频 也就和大家来到这里 那更多关于南方王国的系列视频 大家也可以去看UP的这个合集 另外 类似的背景介绍视频 UP也将持续更新 那还是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这里特别感谢 口泥口匠 镇疗中狼匠 吴慎慎 八级 镇蛋烧兵 YHZ 这些小伙伴在最近对UP的充电 或者是打赏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